我们来到台北市的U-bike 2.0的路边停车站 可以看到这个车辆还是停着的 但是如果我要启动靠卡 它连线最后却是暂停服务 自行车虽然没绑起来 但不能靠卡借车 双北U-bike在周四整天全部暂停营运 北北基放台风架还是有不少旅客一早来搭火车 台铁在上午宣布晚上六点前全线正常营运 让原本规划出油的旅客松一口气 因为我是在南部坐船 所以一开始看到是在北部就比较放心了 有先打电话问一下他们会不会开 旅客特别准备大一点的伞 防止台风吹开花 也有一家人拖一箱箱行李 本来要搭邮轮临时取消 于是改飞泰国晚 本来是要搭邮轮的 后来临时改去泰国 因为有点时间有点赶 家人比较多啦 高铁在前一天已经宣布全天正常营运 不过双北捷运班具有调整 新北环状线和北捷将近全线 都延长15分钟一班 只有南市角到大桥头7.5分一班 但如果在高架段的 淡水星易松山和文湖县 遇到瞬间风10级 平均风7级会停运 新北捷则是瞬间风8级 环状线第一次到站会暂停2分钟 平均风速6级 瞬间风9级就会停运 共享机车包含GoShare 还有Vemo 双北市都暂停使用 Iran机车双北宜兰 汽车新北路边暂停营运 截至上午10点前 国内班机取消4架次 延55架次 国际两岸航线取消38架次 还运有10个航线受影响 共42航次停航 台风天人需要出门的民众 除了注意自身安全 要随时留意大众运输 停运资讯 北北新闻张明如草正人 台北采访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